这一针打进身体 感觉好像所向无敌 但研究却发现 现在的疫苗 无法消除鼻腔里的病毒 它们是不会产生 很好的联膜免疫力 所以病毒在上呼吸道 是没有受到很严重的攻击 它是可以活在上呼吸道的 疫苗从肌肉打进身体 产生的抗体和T细胞 会驻扎在肺部里 让病毒没办法清洗 但是上呼吸道的鼻腔 没受到保护 病毒清不掉 就会继续传播出去 你没办法消除它 因为你只能就是 把口罩戴起来 就是要制造那种疫苗 是可以产生联盟免疫力的 那这种疫苗 通常用喷鼻子的 不能用注射的 已经有单位开始研究 喷鼻式疫苗 但研发至少需要三到五年 专家呼吁打完疫苗 还是戴好口罩 才能保障安全 大家新闻随理产 李俊威台北报导